從宏觀的角度來看 其實香港經濟的組成確實是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的工業中佔GDP的大概是6-7%左右 而6-7%裡面有4-5%是建築 換句實話說 真正的工業只有1%左右 如果你看新加坡20% 當然大家的定義有些不同 美国和中國差不多20% 以前我們是在經濟亦推崇服務營事件 人要求富強化 但如果你要多元化經濟必需公業 很有趣是工業一個工作 在服務營優點的複雜結效可能會被 Kinder加坡 再加上你是科技時的複雜效果更加大 其實香港需要經濟多元化 我嘗試代入你現在在科技部門 我看見有一個疑問 一方面在科技部門 我很想做很多事情去幫助開始項目 但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你幫助他可能只不過是害了他 是在基礎他而不是令到他可以真正有成長 怎樣去解決這個Tension